下车 不至于干嘛呀 咱赶紧走吧 至于妈还至于爸 臭龙芒 臭王八蛋 牛美丽 你太过分了啊 太过分了 这么一人我 下午两点老地方见 大周末的天一堵的堵 行了你就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发现这世界上 就没有一个好男人 我告诉你啊 现在这小女孩太开放了 没准这事啊不怪老马 不怪她怪谁啊 一个巴掌拍不下 那老马那脾气那么好 对不对 这人又随和 随和 是 都随和到了买蕾丝边内裤了 行知道了嘛 行下班我给你买回来啊 好嘞 坐过来 坐过来 坐这儿挺好的 你坐过来 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 人家情侣都是这么坐着的 那个 人家还有这么坐着的 不是 蠢毛蠢毛 蠢毛 你下来让我 我上个洗手间去 行吧 快点啊 不行干嘛 不要脸 我看看她现在在干嘛 看看她现在在干嘛 一品茶楼 你什么事啊 一品茶楼喝茶 女的 废话 还是同性恋 干嘛 干嘛 我去看看 蕾丝边的女人是什么样 用不用我陪你啊 不用 对付这种小提行人 我又乱了 记住了啊 成熟的女人 一定要有姿态 没问题 你怎么又坐过去了呀 不是 我这坐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坐这儿来 你电话 好好好 老公 你看 你看呀 老公 我觉得吧 你们这个岁数 还是喜欢这种保守的 所以我挑的这款 手感挺好的 来 你摸摸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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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收起来吧 竹梦 收起来 不用看 挺封建 我买了好几套呢 行行行 我都不用看 那我回家传给你 慢慢让你看啊 那个 来 竹梦 嗯 咱聊聊你的工作 你说你是在 网上开商店是吧 对啊 那这工作忙不忙累不累 还行吧 挺自由的 我就受不了别人管我 我 我还有点好奇啊 就是你为什么喜欢 像我这种岁数的 就是 岁数大的男人呢 你想啊 我找个童龄的 等我们老的时候 她还是喜欢小姑娘 那时候我都成黄脸婆了 我找你不一样啊 等我成黄脸婆的时候 你就成灰了 你就没法出轨了 对对 还可恶是吗 都成了灰了还怎么出轨啊 不对 嗯 你想我这么大岁数 你这么年轻 那我要早死了你怎么办啊 你死了还操什么心啊 那我不更自由啊 老公 说说你 为什么没孩子 其实我有 我有一个女儿 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女儿啊 多大了 比你差不了几岁 这就说 咱俩要结婚的话 我就当后妈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 太刺激了 老公 你还有多少故事没讲给我听 快讲讲给我听 你咱们俩这个什么做 你怎么来了 好 你好 你好 你们介绍一下 这 这是牛美丽 我朋友 这是绕宠梦 那个 她是 我是她女朋友 你好 阿姨 马景奎 你以后是不是也该叫我阿姨了呀 你女朋友她真是很性感啊 跟你很般配呢 阿姨 你是说鲜花叉牛粪呢 还是没你配颜兽呢 咱们 咱们都坐下说话 都坐坐 来 请坐 请坐 老公 来 小赵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你找对象可得好好擦亮了眼睛 我 老公 这不是你前妻吧 她不是我前妻 我 前妻早死了 她 她是我一个朋友 她们还填玩笑的一个朋友 你别听她了 我知道了 你们就是那个蓝年 蓝年 我知道了 刚才那个死变态就是你 死变态 你看你年轻人 思维太跳跃了真是 你看你真是 你怎么来了呀 你来干什么 喝喝下午茶 享受一下午后的休闲时光 没晓得碰到了你们 既然大家都很熟 那就一起喝吧 小赵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 牛姨 既然你是我老公的男人 那我得请你 你喝什么 你是得好好贿赂贿赂我 这样我才能把你老公的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都告诉你 老公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不知道啊 不不不她是开玩笑呢 没跟你说她喜欢开玩笑 咱们开玩笑得有点分寸啊 你们怎么认识的 说来话长 对 我们同事 我过去给她打工 老板啊 老板跟下属做朋友 那可是职场大姐 牛姨 你可真有手段 手段 我需要什么手段 牛姨 看来你很了解我老公 改天我得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什么饭呀 我们俩这么熟 她又有了那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应该我请你们吃饭 下周二吧 我有时间 不用 行 不不不不不 吃饭就吃饭了 行老公 就下周二了牛姨 然后下次我再请你 哎呀 牛姨我有事得先走 那个老公 我店里有点事 我要得先先赶紧过去 你要走啊 对啊 咱俩明天再约啊 嗯 拜拜牛姨 马进葵啊 马进葵 我这么大岁数了 也算是见多是广了 没想到今天还能让我见到 这么新鲜的事 你真是让我打开眼界 林伟丽 你就是来看我热闹的是吧 是又怎么样 做着做着还怕人看呢 我怕什么呀我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正常相亲 正常找对象 无非就是年龄差异稍微大了点 这又不是什么 克服不了的困难 你这能有什么问题 你除了牲口不想你 谁不想你 喂 小北 真的 行行行行 好的好的 什么事 唐晓晓 找到军险者了 真的 那是太好了 这孩子有救了 是啊 这孩子太幸运了真是 不好 婚礼就成真的了 能找到不更好吗 这不就是我们期待的吗 不是 闺女 那那婚礼不就成了真的呢 我知道 是真的不好吗 不是 这事要不咱别管了 想望向她 为什么不管 我答应别人了 我就要把事情做完了 爸 你放心吧 我没事 是在台湾地区找到的捐献者 咱们用不用联系一下人家呀 感谢一下嘛 对对对 要不然人家挑礼该不捐了呢 不会的 您放心吧 她已经签署了捐献同意书 签署就不能撤交 太好了 这就保险了 对 我们现在要着手准备移植手术 将会做大量的妄疗化疗工作 当然 躺下小会有很大的疼痛感 所以你们家属要配合工作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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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只要能治好 怎么都行 周燕武长 护士长 请速到护士站 周燕武长护士站 周燕武长护士站 请速到护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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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小灿 小灿 小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去看看笑笑 小灿 你好好的 你放心 小谷 我先去了 这下好了 很快就能康复了 请速到护士站 小小 恭喜你 这下好了 很快就能康复了 笑笑 你看这几天 哪天身体好一点 咱们就可以去拍结婚照了 那个志愿者不是在台湾吗 估计过来也得几天呢 你也出去透透气 说不定体能也能 恢复得快一点 要不先不拍了 等笑笑好了再拍 再办婚礼 行吗 婚礼可以等好了再办 可是婚纱照 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 去 必须去 明天肯定可以拍婚纱照 晓晓 你身体行吗 妈 我没事 晓晓 也没那么着急 你要是这两天难受 就再等两天 一切以你身体为重 小蔡 我真的没事 我老门在医院里 早就想出去走走了 那好 那我明天跟你联系 我先走了啊 好嘞 你好好休息啊 阿姨 我先走了 小北 送送小蔡 好 再见啊 小蔡 小蔡 没事吧 好 没事 我 我就是高兴 笑笑有救了 这样 婚礼就刚有意义了 我再去够唱 我 我 你去照顾笑呀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我闺女比我伟大 爸 我要是遇生这种事 我才不会这么杀你 小灿星的脸 人用具 你也别强劝他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我现在饭店不需要找了 要真结婚是你们家的事 还花多少钱 你自个儿花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回去别说小灿 等他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再慢慢劝他 把他别在小北身上 再耽误时间了 等将来再找一个好的 心里的这一夜 就翻过去了 翻过去 那你心里那一夜翻过去了 那你心里那一夜翻过去了 小心翘吃饭 别帮你 走 来 不要笑一个 一二三 OK 好 左转 整侧一点 好 先拉搂着腰 不要看镜头 来 一二三 开心 笑 好 再来 面临面站 好 好 好 来 不要摟 对方要来 一起看镜头 来 看镜头 笑一个 来 在这里一二三 好 两位来 再来一个亲密点了 互相一肩碰一下 一二三 好 好 来 走 再来 好 来 女孩 背对我一定要 女孩 背对我 好 男孩看女孩 等一下摄影师 我想拍一个三人组的照片 可以吗 可以啊 小菜 过来跟我们一起拍照吧 不用了不用了 你们拍吧 好吧 笑笑水来了 喝点水 是不是累坏了 没事 紧张 小菜 你好漂亮呀 赶紧赶紧的 过来拍照 你站这儿 小北 你别愣着了 赶紧站过来 好 准备好三位 一起看镜头 来 一二三 笑一下 好 好 这什么呀这是啊 这不胡闹吗 笑笑的非要照 那小菜呢 小菜挺好的 还那样 笑呵呵的 忙里忙外的 这孩子 有照片啊 我看看 这 这叫怎么回事啊这家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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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 别生气 小孩过家家呢 啊 啊 爸 爸 你妈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我还是头一次看你啊 啊 啊 三个人在一起照的结婚照啊 三个人怎么了 这不挺好看的嘛 你看笑笑多漂亮 笑笑多帅啊 小菜 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啊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这么好 这么充实过 打了鸡血了 做这么浪漫的一件事 怎么到你嘴里就被人打鸡血了呢 对对对对 成全了别人 牺牲了自己 你真是越变越伟大了都 我走了 哪儿去啊 上班去 我要好好工作 打鸡血了 来 盔子 我看你闺女病得真不轻了 这医院哪 得给她单看一刻了都 刘姐 那么早就到了 来了 嗯 我也刚到 坐坐坐 来 哎 刘姐 我给你买的礼物 哎呦 这么客气 谢谢 谢谢 刘姐 我觉得我那天喊你阿姨特别不对 你想啊 我跟我们家老马试一顿啊 怎么能喊你阿姨呢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来 叫什么都行 来 吃吧 来来来 来 来 老公欢迎 哎 老公你能吃麻辣的吗 哎呦 什么都弄粤 你管你就想弄了 啪呀 口味可重了 不仅爱吃辣的 更爱吃嫩的 来 这个算得挺嫩的啊 刘姐 你可真幽默 老公 你是不是总爱你姐妻子呀 那个 初光 你说咱俩吧 还没那什么呢 你这一口一 老公这么叫着我 这心里都特别别扭了 别扭什么呀 真是太老土了 现在都心叫这个对吧 听着听着就顺耳了 就是听着听着就顺耳了 来 老公 行了 你别管我了 你自个儿吃吧 小菜怎么样 挺好的 小菜谁呀 我女儿 对了 你什么时候带我接你家人 和你女儿啊 你看咱俩不是这还在实验期呢吗 等过了这个阶段 有的是机会啊 行 老公 咱们两个敬牛姐一杯好不好 谢谢牛姐请咱们吃火锅 牛姐 谢谢你 老公 以后咱们还自认牛姐当干妈好不好 怎么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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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吃我上个休息 吃吧 吃吧 哎呦 哎 牛美丽哪儿去了 啊 他先走了 走了 啊 为什么走了呢 为什么走了呢 啊 啊 他接个电话就先走了 嘿 行 那剩咱俩吃 嘿 没事吧 刚才 没事 哎 哎 刚才牛姐还夸你来着 他能夸我 哎呦 哎呦 奇了怪了 他怎么夸的 哎 哎牛姐 趁他不在 你跟我讲讲他什么样的人呗 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他还行 我想试试啊 哎 马景盔这个人不错啊 就是有点好吃懒做 没什么追求 不过他已经退休了 你就陪他安度晚年就行 啊 啊 哎 特别幽默 哎 吹牛嘴 嘴里没什么实话 哎 哎 你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 就当着 逗逗闷子逗逗乐就行 哎 哎 马景盔最大的特点 情敌 哎 才如命 一分钱能掰成哪儿半 只要让他给你花钱可能 所以你要尽量多给他花钱 不过勤俭持家也是男人的美德 对不对啊 哎 还有 酒品 他这个人不喝酒的时候特别好 一喝几酒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喂 他是这么说我的呀 对啊 这叫夸呀 在我心里他就是夸 我就喜欢你这样 喂 怎么不捐了 怎么突然就能不捐了呢 哎 这放疗花疗都已经开始了 笑笑怎么办啊 说是家属不同意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呢 不是说已经欠了捐献同意书了吗 是啊 怎么能 怎么能不捐了呢 怎么能出这种意外呀 哎 笑笑怎么办 笑笑怎么办 啊 哎 遇到这种事吧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能不能有 捐献者的联系方式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 我再想想办法 哎 我看看能不能联系到 捐献者本人 来啊 别着急了啊 想想办法 谢谢你啊 来啊 谢谢 好好好 来 别着急了 小贝你看 小三照得多漂亮呀 好 漂亮 小贝 是不是冲什么事啊 没事啊 什么事都没有啊 刚才大夫和你们说什么了 哦 说你情况很好啊 再化疗两天就能手术了 太好了 我要痊愈了 小北 你不为我高兴吗 高兴 当然高兴 好的好的 谢谢你了老同学 多亏你了 才让我们找到 台湾地区骨髓库的人 哎 哎 谢谢啊 好嘞哎 再见 真信者找到了 找到了 找找找 找什么 骨髓库的人 好 喂 您好 请问是陈先生的电话吗 啊 你好啊 我不是陈先生 请问你找陈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啊 那个 我这是从大陆打过来的 是关于骨髓间线的事 能让陈先生接下电话吗 真是对不起了 很遗憾 陈先生前两天出了车祸 已经复栽了 啊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啊 陈 陈先生 出车祸去时了 啊 啊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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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小梅的姑 那怎么办呢 笑小妈 我们再想办法啊 好 笑的这孩子 太可怜了 好可怜啊 小小妈妈 爸 小姑 我要给小小办婚礼 一份 我答应过她的 那明天就去订酒店 我一定要给她办一个最舍大的活动 可是怎么跟她说呀 不是说好了 手术完了以后才办呢 我去跟她说 就说是为了手术冲洗工具 不是猜到 妈去 少菜 在嘗嘗 郭芹 小菜 晓菜 慢点 晓菜 晓 晓 filmmaker 晓晓 晓 Math 这一早上咱可走了有四五家了 一家比一家贵不说 贵墨小了人家还不接 这都叫怎么回事啊 你们别早点 像样一点的呀 怎么瞎被 我得歇会儿了我 马静逵 你说人死了以后都去哪儿了 天堂 死人都上天堂了 为什么相爱的人 总是一个在天堂 一个在人间 还是我唯一爱过的 可惜走得太早 能问问她是怎么走的吗 你要我愿意回答就别说啊 说咱俩干嘛说这伤心的事 你说呢 他是个军人 刚上大学军训的时候 他带我们 我们俩算是一见钟情 后来我们俩就悄悄地好上了 这个镯子就是他送给我的 后来我妈知道了 我妈就 连血都不让我伤 就把我关起来 就在那段时间 出意外死了 我连最后一眼都没见到 我连最后一眼都没见到 怪不得你一直戴着 这么老一个镯子 因为再也没有人 能取代得了我 我可以 姑娘 发净奎 我要是快死了 你会娶我吗 吹吹吹吹 说这么丧气的话 怎么就要死了呀 你真行 取还是不取 取 那你可得分我一份遗场 你看我这 我不分遗场 我娶你干吗 我受罪了 这 有的 晓晓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造成化妆呢 谢谢你啊 小三 你也赶紧回家休息吧 好 那明天见 对了 晓晓 你先好好想想 明天婚的现场 要说些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 我走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最幸福的时刻 不久以前 我以为自己 就要失去一切了 连生命 都要还给上帝了 可是现在 我拥有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亲情 爱情 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 第一个要谢谢的人 就是你 小三 没有你 就没有这场这么浪漫的婚礼 还有 你送的这个婚纱真的很漂亮 以后你结婚了 我也要送这么漂亮的婚纱送给你 还有 我要谢谢你 我的妈妈 我会用一辈子来孝敬您 最后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喂 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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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灿,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 你和小北在一起,一定非常地幸福 小灿,你说什么呢? 你必马上就好了 肯定是你跟小北在一起啊 以前,我什么都不说 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 但也不想让小北绝望 所以你们说什么,我都不反对 反正我死了以后 小北再伤心 时间也会抚平这一切的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小小你别瞎瞎 你现在不是已经成功找到佩幸了吗?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我高兴 我真的特别地高兴 我觉得老天实在对我太好了 是让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给了我新的希望 所以 我更加不能跟你抢小北了 我也不能跟她举行婚礼 这样对你们太不公平了 我不能那么贪心 我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 我应该把 属于你的幸福 还给你 如果我的手术成功了 我会永远地消失 躲起来 默默地祝福你们 Zither Harp Ron 属于 柔寨 你 ницу